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雄的YouTube频道 喜欢大雄节目的朋友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防止失联 为了打赢俄乌冲突 普京已经三番五次的下令 要提高武器生产率 然而一些潜在的风险却正在逐步逼近莫斯科 据环球网援引欧亚时报5月30日报道 日前 俄军专家帕维尔·卢金博士 就俄国防工业的现状发出警告 他表示 虽然在普京的动员下 俄军式制造业产出指数均有明显提升 除化学生产外的大多数项目基本都超过了百分之百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军可以高枕无忧 莫斯科没少给国防工业打钱 也没少敦促这些公司加快速度大搞生产 可他们还面临着什么问题 答案是 钱是到位了 人可没有啊 据悉 为俄军生产T90 T72等主战坦克的乌拉尔工厂 和为俄军制造BMP系列装甲车的库尔干公司 日前不约而同的承认 虽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他们提高了人工的工资和奖金 但他们仍需要更多的熟练工人和工程师 来进一步扩大生产线 有消息人士透露 因为人手不足 他们无法重启许多苏联时期留下的坦克生产线 甚至无法抽出足够的人手 去修复在乌克兰战场上受损的那些坦克 更糟糕的是 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这两家公司身上 俄劳工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相比起苏联时期 当前俄国防工业至少有超过2万名技术工人 专家和设计师失踪 大量的岗位出现空缺 导致俄装备产能完全无法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 俄联邦金融大学副校长军事专家萨弗诺夫也表示 由于俄乌冲突导致俄军装备损耗迅速增加 到今年年底俄军工体系中技术工人的数量缺口将达到5万人 巡航导弹战斗机等先进装备的产能将被迅速耗尽 而且这并非危言耸听 俄武器产能不足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面前 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指出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数量迅速萎缩 其主要客户国从10个缩水到了8个 身为俄最大武器出口对象的印度 接受俄武器的数量减少了37% 而其他国家拿到的俄制武器数量更少 这几乎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水平 该研究所预测认为 照此发展下去 在2025年前后 法国或中国可能将取代俄罗斯 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照片显示 俄军正在将T-72 T-64等苏联库存坦克投入战场 而非使用更先进的T-72和T-90 外界广泛认为 这是因为俄军坦克产能不足 而新组建的动员兵部队 又需要数量巨大的坦克部队 因此只能选择以较低的成本 重启这些苏联坦克来满足前线部队的最低需求 至于那些工人为何失踪 其实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后 俄当局没有足够的经费 维持大量的军备生产能力 因此关停了许多生产线 导致许多的技术工人退休 或远走欧美国家 而受此影响最严重的就是俄罗斯 如今那半死不活的海军造船工业 不过普京已经在尽力的弥补这一短板 甚至不惜砸出巨资 据介绍 俄政府为增强武器生产 在2023年到2024年财年 给出了95亿美元的额外补贴 这几乎是前四年俄国防工业补贴的总额 不过如此巨额的补贴 能否买回足够多的技术工人和专家 又能否保障俄军产能能够恢复到苏联水平 恐怕没人能说得准 俄罗斯军工联合体的企业 因乌克兰战争而转为强化经营模式 目前正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动员造成的损失 以及人才大量外流 加剧了这种情况 俄罗斯联邦金融大学副校长 亚历山达萨弗诺夫教授指出 快速增长的军工部门的人员短缺 只会加剧 到2023年 军工联合体将缺少大约5万名专家 首先 我们谈论的是高素质工程师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到2022年底 俄罗斯国内行业人员短缺 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 具体而言 在工程企业 劳动力充足指数降至35% 而俄罗斯联邦劳动不称 国防工业缺少3814人 但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秘书 奥雷格·索克洛夫反驳说 事实上 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达到了2万人 在2022年10月底 仅夏诺夫·戈罗德 国防工业人员短缺 就达到1到1.2万人 事实上 人员短缺主要是技术工人 所降车工机器操作员 IT专家在一定程度上短缺 一位消息人士证实 为海军工作的企业缺少管道工 板工 汉工和船舶装配工 俄罗斯没有针对培训专业人才的明确战略 随着战争的爆发 我们意识到 存在无法用任何可用资源 广泛解决的人事问题 即使现在我们将工资提高到15万20万 我们仍然会遇到具备必要资格的人才短缺的情况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 没有人准备他们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是件好事 但必须经过三年才能看到结果 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 2022年内10月份 对大型的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60%的雇主预计 由于劳动力市场动员的影响 人员短缺问题将进一步的恶化 截至10月底 已有超过30万人被征兆入伍 12月 国防部长谢尔盖 烧一股宣布打算再补充35万人 人们还知道普京正在为第二波动员秘密准备 与此同时 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计算 即使在第一波中 仅在2022年9月份 俄罗斯企业就减少了60万的工人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纳塔利亚 祖巴利维奇表示 数十万人应征入伍 大批人流亡国外 以及冲突的直接受害者 将减少处于工作年龄高峰期等 本已很小的俄罗斯公民群体 主要问题不是工人流失 而是人才流失 他说 离开的人往往过得更好 受过更好的教育 你不能空着钱包跑掉 近日 俄罗斯地区国际工人协会 分会发表一份声明 大雄看过后我才发现 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都是好战的 俄罗斯地区国际工人协会 分会称 第一枪是由更强大 掠夺性的和傲慢的强盗 科里姆林公打响的 无论人道主义 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历史或任何其他言论 为当前的冲突辩护 其背后都只有那些拥有政治 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人的利益 对我们劳动人民 养老金领取者 学生来说 他只会带来痛苦 鲜血和死亡 轰炸和平的城市 炮击杀人 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并将所有的部队撤至战争开始前 存在的边界线 我们呼吁被派往战斗的士兵 不要互相的射击 更不要向平民开火 我们敦促他们 集体拒绝执行指挥官的刑事命令 停止这场战争 没有什么地方 这场战争 突然是缴于家园